今天秉諺用高心請我們來這邊 我們要謝謝秉諺一直banging給我們 你知道嗎? 你動一下? 欸我明顯水 你放快心領結未來 美好的事情偶爾要等待 祝你活著自自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Newman藏寶 我這一次演的是經紀公司 姊姊我這位歌手 快快拍了啦 可以了 唱歌耶 這一次我拿到演 我拿到的這個角色很好 至少好過其他的角色 我演的是落魄的上班族 沒有錢沒有見到我都跑開 沒有錢沒有見到我 工作很愉快加班加到現在 工作很愉快加班加班加班 可是有一些更誇張的 他們是演性無人啊或者重癌症的 不二代 所以我覺得很幸福 今天秉諺用高心請我們來這邊 我們要謝謝秉諺一直banging給我們 你知道嗎 我們是演一個得了癌症的那個 富二代 我不明白這麼會是得癌症 然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是富二代 我是富一代 得癌症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現代的人可能70%或60%都有可能會中癌症啦 所以在這邊也是可以很嚴肅的呼籲一下 就是說進行檢查啦 就不要等到像我這樣子已經到齊了 然後就只能享受 只能吃麵包 對對對 就享受最後的麵包罷了 對 大家好 我是演一個 古古本舉不起來的男人 就是腿吧 抹起了 你把他抹起了 你這樣把他打這樣 你動不起來 你動不起來 就是那種激動的那種 對 最近我們在籌備這個賀水MV 然後是一個 你在錄這兒 我在錄這兒 來5 4 3 2 1 Action 是我們非常感謝 LexiD能贊助我這麼美麗的場地 當然我還是要一個意思幫他們 宣傳他們的房子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而且沒有收費喔 而且環境非常的優美 而且房間房型任我們用 對 任我們柔令 任我們拆他 我當初為什麼會找喜豪來呢 是因為非常欣賞他的菜 所以就決定邀請他來參與這些MV 當然這個男主角 所以其實就是跟他合唱啦 老實說就是蠻榮幸的 有一個現成的Youtuber 有一個現成Youtuber來找我跟他合作 就是因為吉原橋而認識 認識到冰眼 所以他剛好有這個project 他會想說 不然試試看有什麼新的火花喔 如果這次真的view不好 對 就沒有下次了 就沒有下次了 是你們決定了我們下次有沒有機會合作 所以就看我對你們決定了 好啦 說回那個創作的那個 對對對 其實為什麼這首歌名叫失敗 是因為 我覺得市面上有太多很重能量的新年歌 大家一提到新年歌馬上會聯想到 可能成功啊 東東腔啊 東東腔啊 那種什麼 反正就是 馬精神啊 身體健康啊 財神來啊 好運屬於你啊 其實比較正能量的東西啦 那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 跳脫 跳出框框 有點地向思考 然後呢就想說鼓勵一些 可能在新年的時候 你覺得人生很失敗的人 人生失敗組呢 點燃你心目中的那團活 讓你重燃對生命的熱情 所以呢希望你們聽了這首歌 過後呢 可以有一點點療癒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一接受他的邀約的時候 我拿到歌詞我就說 啊 失敗 Excuse me 確定這是新年歌嗎 對 然後我就看到歌詞完全不解 然後我就聽了demo 過後 欸有那個 中國風的那個前作 我覺得好像可以確定是新年歌 只不過他的歌詞真的是 呃 跳脫一般傳統的新年歌的框架 然後是要傳這些正能量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是重點就是我們不要害怕面對失敗 這個是我們Coren一直在強調的 就任務我們的歌名這樣子 我們看到失敗這兩個字 不用嚇得雞飛狗跳 我們要勇敢的面對它 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 好 那我們的這個新年歌呢 將會在各大的音樂平台上架囉 希望到時候可以見到你 不斷的重聽重聽收聽 祝你成功 Bye Bye 當我們聽見成功的到來 好原來 拜拜 一起勇敢面對失敗 堅持夢想不更改 別害怕孤單因為有我在 陪你穿過一切障礙 放快心迎接未來 美好的事情偶爾要等待 祝你活日自自在在 平常心看待成敗 你看他健康裝扮在口袋 每天保持良好心態 堅持夢想不更改 成功的大門會為你打開 為你打開 讓我們聽見成功的到來 好原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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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